罗布泊之咒第九十一集 刀疤胆怯地看了看杨立东 大哥 您别生气啊 都怪我们没有调教好 然后他杀气腾腾地盯着张回慢慢站起来 你真是吃了包子胆啊 杨立东再次伸手挡住了刀疤 慢着 让我跟他聊聊 张回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杨立东 杨立东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张回说 不知道 整个吴城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 没有人不知道我 哦 也难怪你是外地人 对 我是七七哈尔人 我很好奇 你的名气 为什么那么大呢 因为我凶残 他转头问刀疤 凶残这个词 用的怎么样 刀疤连连点头 恰如其分 张回说 那你总共打过多少次架呀 杨立东 杨立东认真地回想了一下 至少有三百次吧 打人还是被人打 就算是三百次的话 那么应该是二百九十九剩一副 一副 那天我喝多了 躺在马路边不省人事 正巧 一群人找我寻仇 他们总共七个人 你一拳我一脚 把我打得遍地临上 从此 我经常跟年轻人说 热爱健康 远离酗酒 后来呢 后来 他们七个人 都躺在马路边 不省人事 二百九十九剩 吹牛吧 我不信 刀疤赶紧说 前几年 我在外头遇见了大哥 不识相 被大哥一脚踢出了脑震荡 张回睁大了眼睛 对杨立东说 那你得踢多高呀 杨立东谦虚地笑了笑 小时候 学过几天跆旋道 后来没坚持下来 停了停 杨立东问张回 哎 你打过多少次架呀 张回不好意思地说 七八次吧 都是在念书的时候 毕业之后就不打了 几胜几败呢 张回更不好意思了 多数是被人打 杨立东同情地点点头 正常 张回问杨立东 那你杀过人吗 杨立东把身上的被子撩开 脚腕上竟然带着沉重的脚料 你该问我 杀过几个人 张回眨巴眨巴眼睛 那你杀过警察吗 杨立东重新把被子盖上 你该问我 杀过几个警察 张回很服气地点点头 确实凶残 杨立东说 看在我们和聊得来的份上 我让你睡二谱 张回马上摇了摇头 不 我要睡头谱 杨立东 愣愣地看着张回 似乎不理解了 刀疤一直在旁边站着 他突然从床上扑下来 直接把张回扑倒了 他摔在水泥地上 脑袋被磕得哐当一声 接着 刀疤按着他 一拳拳地砸在脸上 其他犯人也冲过来 跟着刀疤一起揍张回 这些人有经验 只打人不出声 张回也不叫 牢房里只有拳打脚踢的声音 并没有引起预警的注意 几分钟之后 刀疤终于停手了 其他人也停手了 刀疤站起来 气喘吁吁地看着张回 张回满脸都是血 他挣扎着爬起来 两只眼睛肿成了一条缝 很费力地看了看杨立东 杨立东的表情不在和善 他死死地盯着张回 双眼充满了杀气 张回又看了看刀疤 看了看其他那些犯人 咽了一口血水 嘶哑地说 我错了 刀疤这才坐在床铺上 依然在喘 你没那么硬的骨头 装什么钢管啊 去 被监规 张回摇摇晃晃的 走到监规前面向墙壁站直了 大家都看他 过了一会儿 张回再次慢慢地转过头来 小声地对杨立东说 今晚上 我能睡你的铺吗 杨立东皱了皱眉头 转头看了看刀疤 刀疤再次站了起来 张回突然把眼睛射向了刀疤 你别动 我只想问他 张回的眼神和声调 透着死神一般的冷 竟然把刀疤给吓住了 他就那么站着犹豫地看着杨立东 张回的眼睛又转向了杨立东 我只要你一句回答 杨立东说 不能 张回突然把手伸进口袋 掏出一把塑料牙刷 啪的一声撅断了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把两根半截牙刷 分别抓在了两只手里 直接朝着杨立东的两只眼睛戳了过去 看得出来他绝不是在吓唬人 他使尽了全身力气 动作就像闪电 两只拳头撞在杨立东的眼眶上 他仰面摔在了床铺上 一边翻滚 一边哇哇的惨叫起来 张回亮枪了一下 收回手 站稳了 他手里的两件牙刷已经不见了 都是血 不知道是他的 还是杨立东的 张回并不在意杨立东的眼睛 他拽着杨立东的脚铛 直接把他拖到了二铺上 然后他坐在头铺上 问刀疤 你睡哪 刀疤扑通一声跪下了 大哥 我睡地下 狱警来了 迅速打开牢门 谁打架呢 没人敢说话 张回举起手来 杨立东在嚎叫 狱警冲过来 给张回戴上手铐 押出牢房 送到了禁闭室 很快 医护人员就赶来了 把杨立东弄到了医务室 张回缩在禁闭室里 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他在黑暗之中 无声的笑 吃完晚饭之后 孟小帅和吴明出去转了 白欣熙和郭美在假山旁聊天 我一个人离开度假村 去了火车站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售票厅 只有我和季风两个人 这次人就多了 大约有二十几个 看来大家都知道明天有火车 我对这个城市有点放心了 我带着其他四个人的身份证 排在了队伍最后 速度很慢 我私下打量这个售票厅 棚顶挂着一排红灯 装饰用的 很喜庆 墙上有电子列车时刻表 有标语 有违禁物品高上 终于排到我了 售票员是个大姐 穿着铁路制服 挺好看的 我说 武装 去敦煌的 说完 我紧张的盯着这个售票员的脸 我真怕突然出现什么麻烦 比如他说 对不起 去敦煌的票已经卖光了 没有 售票员看都没看 我收了钱放进数超机 哗啦啦啦 接着他在电脑上 噼里啪啦输入信息 打印机 吱啦啦响了起来 我们的火车票 出来了 售票员把火车票和零钱塞出来 我把他们装进口袋 激动的说 谢谢 谢谢你 售票员并不在意 下一位 我快步的走出售票厅 拿着火车票 反复的看 他就是我离开 恐怖罗布泊的通行证 火车明天早上 九点四十二发车 我赶紧打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了度假村 孟小帅和吴迷 白欣欣和郭美 他们都回来了 四个人聚在孟小帅的房间里 正在等过 我把火车票发给他们 孟小帅高兴的跳起来 终于他们回家了 吴迷掏出钱来数了几张 然后塞给我 我和小帅的 不要给我钱了 算我请客 吴迷看了看孟小帅 孟小帅大大咧咧的说 不给就不给吧 路上我们买吃的 郭美说 那不好吧 很好啊 他们买吃的 我买什么呀 你买喝的 白欣欣把火车票 放进钱包 起身离开 我要养足精神 去睡觉咯 都睡吧 明天要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呢 也许是太兴奋了 这一晚上 我睡得极其不踏实 无城很安静 度假村很安静 我的房间 很安静 后半夜的时候 我好不容易迷糊了 忽然听到有人走动 我似乎睁开眼睛 看了一下 竟然是季风 他站在我的床头 在月光中看着我 很悲伤的说 周老大 我回来了 我猛的醒过来 是梦 我翻了个身 再次迷糊了 又感觉有动静 这个时候 我的脸对着窗户 有个人从窗户跳进来 是令狐山 他咄咄逼人的问 你把季风藏在哪了 我再次惊醒 还是梦 是不是季风遇到什么不测了 天亮之后 我们五个人收拾好了行李 在餐厅吃了早点 退房 然后离开 我感觉什么地方 有双眼睛在看我 回头找了找 终于看到了那个小黄 他站在楼梯拐角处 远远的望过来 我朝他摆了摆手 算是告别 他一闪身 就躲开了 来到火车站 我们排队 过检票口 终于看到了站台上的火车 火车上写着 吴城到敦华 上了车之后 我们才发现 乘客并不多 整个车厢都空空荡荡的 我们是软卧 我 孟小帅 吴明 郭美 四个人一个包厢 白欣欣在另一个包厢 我们去看了看他 他那个包厢 只有他一个人 他四仰八叉的躺在下铺上 把行李放在了对面的下铺上 正在哼歌呢 火车启动了 孟小帅突然抱住 吴明 在他脸上狠狠亲了一口 郭美一边扭 一边唱着歌 谁都想不到 火车行驶不到十分钟 呼吱呼吱停下来了 接着 广播里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 各位乘客 终点站到了 请您携带好自己的物品 按顺序下车 火车开动的一刹呢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里很难受 火车越来越快 窗外闪过一座座楼房 我忽然明白 我为什么难受了 此时此刻 季风应该在火车上 他是来找我的 现在我走了 他却留在了这片荒漠上 我甚至很为张回惋惜 如果他当初没有杀人 此时此刻 他也应该在火车上 吴明只会黏着女孩 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兄弟 白欣欣只会把不脱鞋的双脚放在雪白的铺位上 让自己舒服 他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兄弟 只有张回 他会坐在我的身边 保持静默 不管遇到多大的事 他都会低声说 周老大 你别管了 继续看窗外的风景 我来解决 如今 张回被关进了死囚牢 再也不可能活着出来了 想着想着 我的眼睛湿了 孟小帅和吴明爬到了上铺 郭美唱累了跳累了 坐在队铺上 跟我一起看着窗外 走着走着 火车一声长鸣 接着就慢下来了 慢下来 终于停下了 孟小帅从上铺探出脑袋说 没出城 怎么就停了 可能是临时停车 接着广播员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终点站到了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孟小帅说 怎么回事啊 你们等着 我去问问 我出了包厢 快步走到车门处 果然看见一个列车员 站在车门下的站台上 面带微笑 怎么不走了 先生 终点站到了 终点站 是啊 吴城北站 我们上车那一站 是什么站 始发站是吴城南站 这趟火车 只从南站开到北站 是的 要是我们不下车呢 您什么意思 接下来 这趟火车要开往什么地方 45分钟之后 我们将开往南站 三三两两的乘客 提着行李 从我旁边走过去 走向出口 他们似乎就是要来北站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场 巨大骗局的群众演员 我跳到站台上朝火车的车厢看了看 牌子上确实写着 吴城到敦煌 我对列车员说 那牌子写着呀 从吴城开往敦煌 列车员很耐心的解释 我们把南站称为吴城站 把北站称为敦煌站 娘呢 我花了几千块钱 只从南站坐到了北站 我没有发火 我知道 就算我火冒三丈 也无济于事 我们始终被某种神秘的东西玩弄着 我慢慢的走回包厢 我知道 我们完了 如果说 我们在荒漠深处遇到那个神秘的小孩 那只是某种怪胎 如果说 我们被古墓下的类人追杀 那只是两个种类的仇怨 如果说 我们看到了通往地心的大门 那只是未解之谜 如果说 我们看到了类似UFO的第二个月亮 那只是高科技 现在 我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 这座走不出去的吴城了 他更可怕 散发着森森的诡气 孟小帅 吴明 白青青 郭美 都走出了包厢 孟小帅急切地问我 周老大 怎么了 收拾行李 下车 为什么呀 这趟火车 是从南站到北站 白青青恼了 周大作家 你他妈带我们上错车了 孟小帅瞪了白青青一眼 你别瞎抱怨好吗 周老大 你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早就怀疑我们走不出这座城市 等了这么多天 我们好不容易等来了火车 他只从南站到北站 然后再从北站到南站 郭美软软软地靠在了包厢的墙壁上 孟小帅也被吓住了 他嘀嘀地说 那我们怎么办呀 我不知道 吴明试探地说 我们租一辆车 自己离开呢 只能试试了 我带着他们四个人 提着行李下火车 走过那个列车员面前的时候 他彬彬有礼地说 欢迎下次乘坐 再见 我回头看了他们四个人一眼 他们似乎很害怕 这个列车员都纷纷低头躲避着他的眼睛 走出了出站口 我看了一眼路牌写道 敦煌大道 我掏出手机查了查 朝前走一站路 就有一家租车公司 我们去了 租车的人不多 我去办租车手续 他们四个人坐在长椅上等候 警觉的东张西望 看起来 这就是一家租车公司 工作人员都在忙碌着 并不在意我们 只有一个女孩微笑着问我 先生 您要租车吗 我观察着他的表情 慢慢的说 是的 我想租一辆七座越野车 有吗 女孩在电脑上查了查 然后说 有的 租多长时间 一天 你们可以一地换车吗 哪个城市 库尔勒 可以的 我们在新疆十几个城市 都有网点 谢谢 他递给我一张合同单 您看一下 没有问题的话 签个字就行了 我接过合同单 看都没看 直接签了字 递给他 请提供您的证件 我把身份证递给了他 然后继续观察他的脸 这么好看的一个女孩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她的头发 黑中 微微有点黄 前不久 应该刚刚烫过 有卷 但是不明显 他的鼻子挺高的 鼻翼左侧 有一颗小米 那么大的痣 画着淡妆 右侧眉毛 描出了一道黑印 不注意看不出来 穿着一件白色T恤 上面写着一行 挺俗气的汉字 我是90后 这样一个真真实实的女孩 怎么能是假的呢 交钱的时候 郭美走过来 抢先把钱给付了 一名男子 带着我们去提车了 我们来到旁边一个宽阔的停车场 随便选了一辆卡其金色的越野车 那个男子让我们查看车体 我说 不用了 我甚至都不相信这辆车的存在 查看什么劲呢 那个男子很认真地帮我们记录了车身上的刮痕 然后把车钥匙递给我说 好了先生 您可以开走了 我上了车 孟小帅和吴明坐在后排 白欣欣和郭美坐在最后一排 开走了 租的车只有半箱油 我首先寻找加油站 绕来绕去 我竟然来到了东郊 在秋的度假村附近 终于找到了一家加油站 我开进去 加满了油 然后驶离 车上有导航仪 我设定了目的地 库尔勒 按照导航仪的指引 我慢慢的朝前开 身后那四个人一言不发 都在紧张的朝窗外张望着 我看到了东郊那家七天商场 我开过去继续抄袭 白欣欣说 我们不会又回到那片沙漠里吧 孟小帅说 乌鸦嘴 说什么呢 只要能离开这个城市 我宁愿回到罗布泊 为什么呀 这个地方很诡异 我怀疑 它是假的 郭美叫了起来 假的 大家都不说话了 朝外看看 车辆和行人川流不息 大家的表情都那么认真 似乎很忙碌 一个人站在人行道上 迈着泥人 大声吆喝着 一个大约三岁的男孩 要买 大人不给他买 拉着男孩要离开 男孩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白欣欣又埋怨起来 你说你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怎么坑人 他当然是在指责我 我火了 但是我压抑着自己 没有表露出来 孟小帅说话了 白欣欣 你说清楚点 谁带你来的 他呗 你摸着良心说 带你来的那个周德东 和开车的这个周德东 是一个人吗 如果当时我们跟着他 他也会把我们带到这儿了 他不是把六胡然 和季风都带来了吗 靠 第一次遇到你这么不讲理的 白欣欣并不老实 他靠在靠背上 我得信他一次 要是他不能把我带出这个鬼地方 我肯定不跟他混 开着开着 我又看到了七天商场 哦 这是西郊的那家七天商场 我继续朝西开 无名说话了 我们不能埋怨周老大 从始至终 他一直在为大家操心 我们遇到的麻烦 应该是天意 人算不如天算 不过 我也理解白欣欣 他表面看起来是在埋怨周老大 其实他是着急 为大家着急 我从后视镜看到 孟小帅扬起手要打无名 又把手收回来 我真怕游了手 我一直沉默着开车 走着走着 我的眼睛突然瞪大了 我又看到了七天商场 难道我绕回来了 不可能啊 我一直都在沿着一条路朝前走 始终没有拐弯 我没有吭声 继续朝前开 同时我不时的望着窗外 记下这家商场附近的店铺 我又开了半个多钟头 再次看到了这家七天商场 它附近的店铺一模一样 我知道完了 我们肯定走不出去了 过去我以为总共有两家七天商场 一个在东角 一个在西角 其实我错了 只有一家 就像你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点 一直朝前走 不拐弯 最后你还会回到最初的那个点上 这个城市 是循环的 罗布泊之咒 第九十二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毫无目的地朝前开 孟小帅警觉了 宗老大 都一个多钟头了 怎么还没出城啊 我再次看到了秋的度假村 我无精打采的说 我们接着住下吧 为什么呀 我们在绕圈子 白欣欣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你怎么开的车呀 换我开 我不理他 把车开进了度假村 挺好 然后回过身去 我从东角开到西角 一直没拐弯 又从西角开到了东角 孟小帅瞪大了眼睛 闹鬼了 我们住下来吧 一起商量商量对策 我现在脑袋里是一团乱马 白欣欣 如果你不相信我 可以自己开车试试 他不说话 孟小帅说 那先住下吧 钟老大 你要个大房子 我们住一起吧 我害怕 嗯 我们五个人把车停好 重新搬下行李 走进了宾馆大堂 一个女人在值班 她正在给一个胖子 办理入住手续 两个保安拎着警棍在转悠 他们的皮肤很黑 长相都挺敦厚的 我望着那个胖子的背影 在想 他应该是外地人 不然不会住宾馆 那么他是真人还是假人 我走到前台 等那个胖子办完了 问那个女孩 请问有五人房间吗 这个女孩在电脑上查了查 有 在三楼 我们登记一间 这个时候电话响了 这个女孩对我说 您稍等 然后把电话接下来 您好 我是前台 您是会议预定吗 好的 二十一个人 三天 没有问题 我盯着她的脸 又一次感到恐惧了 既然无成是假的 这个女孩也是假的 可是她的表演 太逼真了 假如此时我没有站在她的面前 我正在开车寻找出城的路 她还会在这里打电话吗 想着想着 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打完电话 这个女孩查看了我的身份证 收取押金 把钥匙递给我 最后她微笑着说 希望您玩的愉快 我走到孟小帅他们跟前 拎起行李 走 房间很大 但是放了五张床 就显得很拥挤 我们分散的 坐在床边都不说话 窗外的天依然那么蓝 蓝得就像一块巨大的画布 郭美先说话了 打破了沉默 我们报警吧 无成不存在 我们却在网上查到了 她的信息和地图 因此 我们用的网络 其实也是假的 孟小帅说 我说呢 网送那么快 我发过微博 很多读者还留言了 现在看来 那都是假的 白欣欣说 为什么总认为是假的呀 说不定是人造的阴谋 我看了她一眼 只有她在靠窗的那张床上 躺着没有拖鞋 她脚下的床单 被踢得皱巴巴 脏兮兮的 你坐起来 要不然 你就把鞋脱了 她没有动 很无赖地说 既然都是假的 还怕把床单弄脏啊 我实在不想搭理她 孟小帅考虑了一下手 钟老大 对呀 会不会有人在背后害我们 没人有这么大的力量 停了停 吴明说 那我们跟家里通电话 也是假的 假如我们能走出去 你回家之后问问你家人 他们肯定没接到过你的电话 郭美突然说 报警吧 吴成是假的 警察也是假的 我忽然感觉我的口气 那么冷酷 孟小帅说 那张回他 鬼知道 他被动到哪儿去了 郭美说 如果什么都是假的 那我们吃的东西 肯定也是假的 我们来吴成这么多天了 应该早就饿死了呀 我们在吴成 也许只是 一瞬间 郭美愣愣地看着我 我的意思是 这里的石剑 也是假的 这么说的话 一层和二层也是假的 我们在三层 怎么没有掉下去呀 我们并不是在三层 空间也是假的 孟小帅说 周老大 这次真的吓到我了 吴明突然恶狠狠地说 我们去搞炸药 把这个地方给炸了 炸药也是假的 那怎么办呢 白欣欣又说话了 实在不行 我就留在这儿了 泡个妞 结婚生孩子 也挺幸福的 这儿的女人都是假的 生了孩子也是假的 孟小帅说 周老大 我们 会不会也是假的呀 我看了看他 十分肯定地说 我们是真的 我们不行 也走不出去吗 我想能走出去 只是我们会再次 回到罗布泊 继续被困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自从我们进入罗布泊之后 我就感觉到了他的存在 我相信你们也感觉到了 现在 我想我们是进入了他的大脑里 或者说 进入了他的想象之中 我头脑简单 不理解你的话 你具体一点 我想了想 冷不丁地说 幻术 所有人都看着我 幻术 几句话说不清楚 接下来 我们只有等待 以静制动 晚上 白欣欣躺在靠窗的床上 第二张床 是吴明 第三张床 是孟小帅 第四张床 是郭美 第五张床是我 大家没有脱衣服 合一躺下了 关了灯之后 白欣欣去了趟厕所 此人很不文雅 传来哗哗撒尿的声音 每个人都不说话 他出来之后 躺在床上 翻来翻去 弄得床板 吱压吱压的响 月亮很美 让我想起了西部歌王 王洛宾的歌 半个月亮爬上来 他活着的时候 我在西安采访过他 不知道他在天之灵 会不会想到 他歌里的半个月亮 同样照在这个 不存在的城市之上 白欣欣第一个睡着的 我听见他在磨牙 咯吱咯吱的 听起来很是凶狠 一个人讨厌 睡着了也讨厌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你要宽宏大度 磨牙不是他能控制的 不知不觉 我也睡着了 在这个夜晚 我竟然梦见了一个人 一个 我意想不到的人 出发来罗布泊之前 我曾经连续三天 做了同一个梦 一大片水域 四周似乎都是沙子 有个女子身上披着金色的花朵 在绿水中央笑着朝我招手 三次我都从梦中惊醒了 进入罗布泊之后 我问大家 来罗布泊之前 有没有做过一个 有关沙子和水的梦 想不到 孟小帅 布布 白欣欣 未早 号外 张回 徐二哥 都做过这个梦 只不过大同小异 当时我觉得 我们来罗布泊 是命运的安排 是的 这一夜 那个身上披着金色花朵的女子 再次出现在了我的梦里 我又看到了那一大片的水域 四周都是沙子 她站在绿水中央 笑着朝我招手 我有点害怕 远远的看着她 她轻飘飘的从水面上 朝我走过来 我有些紧张 我担心 当她走进之后 我忽然发现 原来 她是我的一个熟人 比如 她是季风 或者是死去的酱汁 再或者是躺在我旁边的孟小帅 在梦中 躺在我旁边的人 不是郭美 而是孟小帅 她越来越近了 我渐渐确定 我不认识这个女子 我看清楚了 她的头发是白色的 她很年轻 头发怎么会是白色的呢 我首先想到 她染过 或者戴着假发 她穿着一条连衣裙 上面坠满了金色的花朵 我只能理解为 那是一件演出服 在梦里我还很疑惑呢 这里没有人迹 她演出给谁看呢 她的脸很白 不是恐怖片女鬼的那种白 而是那种高贵的白 她笑着看着我 似乎想搭话 我感觉 她的表情有点像 推销保险的 我静静地等着 想听听她会说什么 终于 她停在了我面前 轻轻地说 你还不明白吗 明白什么 你真的不明白 不明白 她叹了口气 然后转身 就朝回走了 我很害怕 她停在我跟前 更害怕她离开 她走了 就把谜底带走了 我叫了她一声 哎 你能告诉我吗 她回过头来 无奈地说 你怎么会不明白呢 然后继续朝前走了 我不知所措了 使劲地想 我很笨吗 我到底不明白什么呢 她越来越远 回到了那片水域 终于消失在天水之间了 我的视野中 只剩下黄沙绿水 蓝天烈日 我突然醒了 不知道此时 是夜里极点重 天好像阴了 四周一片漆黑 我感觉有风 很冷 我忽然意识到 我是被冻醒的 我瞪大眼睛朝上看 隐约地看到了星星 我伸手朝 伸下摸了摸 都是沙子 我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 打开手电筒软件照了照 发现我 郭美 孟小帅 吴明 白欣欣 一字排开 都躺在空天 矿地之中 我们的房间 不见了 度假村 不见了 吴城 不见了 我们明明躺在了度假村三层的房间之内 一觉醒来 度假村 不见了 我们躺在了罗伯泊沙漠上 我在鬼狐小说之中 看过类似的故事 某书生进京赶考 路上救了一只狐狸 这一夜 他投诉一家荒村客栈 老板没有收他房间 还叫出女儿陪他喝酒 女儿送给书生一块手卷 叮嘱他 万一遇到灵异之时 这块手卷可以辟邪 现在 我竟然亲自遇到这种事了 那么大的一个城市 那么多的楼房 那么多人 就像驴皮影 光没了 什么都没了 六天的时光 就像短短的一场梦 我突然哈哈哈哈笑 沙漠昼夜温差很大 冷风吹着我瑟瑟发抖 我一边抖一边笑 怎么都控制不住自己 吴明先醒了 他迷迷噔噔的问了一句 周老大 你怎么了 他马上发现环境不对 坐了起来 慌乱的四下乱摸 接着一边推孟小帅 一边叫起来 你们快起来 快起来啊 孟小帅 郭美 白欣欣都醒了 每个人都目瞪口呆 白欣欣突然跳起来 撒腿就跑 我不笑了 大声喊道 你回来 他一下子就停住 你干什么去 废话 跑啊 这地方明显在闹鬼啊 到处都是沙漠 跑到哪都一样 回来吧 我忽然 很想给你们讲个故事 白欣欣犹豫了一下 没人跟他一起跑 最后他回来了 孟小帅 孟小帅颤巍巍的问道 周老大 你 你要讲什么呀 跟无成有关的 这几个人都不说话了 静静的听 我就讲了一个关于漂流的故事 为了便于记住 我把故事里的四个人 分别称为猫 兔子 狐狸 大鹅 大鹅 就是我 当时我混在北京 我认识了一个人 他就是猫 我和他的关系 有点特殊 我算是他的崇拜者 或者说是追随者 猫不是明星 不是诗人 不是发明家 不是持不同证见者 那么他是干什么的呢 他从事一种比较古怪的行业 被多数人排斥和戒备 多数人里的多数人 根本就不相信 因此我不提也罢 你们知道 那是一种神秘的行业就好 我信他 而且我有点怕了 我是通过一个老同学认识他的 后来 我和他联络比较多 偶尔还一起喝喝酒 当然他滴酒不沾 只是我一个人喝 他喝饮料 他从来不谈 跟他那行业有关的事 他只谈时事和人生 但是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老实说 我想拜他为师 我曾经爱过一个女孩 他叫狐狸 我陷入极度悲伤之中 不能自拔 我想他能帮上我 听到这 你们会认为他是个催眠师 错了 你们又会猜他是个通灵师 也错了 不要乱猜了 那真的是一种冷疲而隐秘的职业 说出来 你们会害怕 狐狸是怎么死的呢 有一次他去京南漂流 掉进水里呛死了 几秒钟的事 他不是我的女朋友 他不爱我 我却爱他 爱到了骨子里 心肺里 血液里 如今他去了天国 我的单相寺 变成了空相寺 一天我对猫 提出了我的想法 求他收我为徒 我说 我想再次看到 亡顾的狐狸 不管他是真的 还是假的 他用奇怪的眼光 看着我半天才说 大鹅 你疯了吗 我只是个中学数学老师 我盯着他的眼睛 坚定的说 我知道你能做到 他无可奈何的笑了 你爱信不信吧 我再次见到猫 是在一个月之后 他放暑假了 而且多了一个女朋友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听说移民美国了 他回到中国跟猫见面 猫天天陪着他 两个人玩得上天入地 猫长得挺帅的 只是多少有些阴容 正像他的名字 不过据我所知 女孩一旦爱上他 就魂牵梦绕的 不知道 这跟他那种地下行业 有没有关系 那个漂亮女孩 就是兔子 这次我们见面 猫带上了兔子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里 闲聊 我突然对他们说 明天我们去漂流吧 猫愣愣的看了看我 漂流 去哪漂流 惊难呢 既然猫不同意 收我为徒 我就想让他们陪着我 去湖里淹死的地方 看一看 也许女孩天生 喜欢漂流这项运动 兔子在一旁高兴的说 我喜欢 猫说 我不喜欢 然后他看了看兔子 我们不是说好 明天带你去买衣服吗 兔子抓住他的胳膊 撒娇的摇了摇 买衣服什么时候 都可以去呀 我从小就喜欢漂流 爸爸从来不带我去 你就带我去玩玩吧 猫斩钉截铁的说 不行 太危险了 兔子说 漂流都穿着救生衣 有什么危险的呀 猫还是说 反正我不会带你去的 然后他有些不满的 看了我一眼 显然在怪罪 我不该提这个建议 我一点都不后悔 静静的看着兔子 兔子如此爱漂流 我看猫怎么对付 果然兔子说 你不去就算了 大鹅 你带我去 我又看了看猫 猫想了想 嘟囔了一句 任性 好了好了 一起去吧 猫确实跟常人不一样 开始的时候 他好像就有某种预感 执意不去漂流 事实证明 他是对的 你们肯定更加好奇了 猫 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只想告诉你们 那是一种 失传的方术 罗布泊之众 第九十三集 第二天 我开车去接了猫和兔子 然后朝京南进发 京都四周的水 一条条的干河 到处是黄土飞扬 朝南行驶一百多公里 翻过一座座山 有一条老隐河顽强的流淌着 透着十足的野心 多处落差 声若惊雷 这是京都界内唯一一条可以漂流的河 我们先走国道 后走省道 再走县道 路况越来越糟 中午 我们在一户农家吃了饭 然后朝大山里进发 开始的时候 一切正常 天气闷热 四周的绿色越来越浓厚 一路上不见一个人一辆车 这路 好像专门为我们铺设的 我发现 公路上有一条白线 把公路一分为二 无疑 我应该走右侧 可是明显 右侧窄 左侧款 我对他们说了这个疑问 猫也说 奇怪 为什么两边的路不对称呢 我说 啊 我明白了 这样是对的 左侧靠着山体 右侧临着悬崖 应该给对面的车多留一点路 猫不会开车 他点点头说 原来是这样 兔子朝前看了看说 你们都错了 怎么错了 看箭头 我朝路面上看了看 右侧的路面上 果然有一个白色的箭头 指向前方 兔子说 这是单行道 左侧才是行车道 右侧那是应急车道 我和猫都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 猫突然哈哈大笑 接着把我这个一年 驾龄的老司机 嘲笑了好半天 这都没什么 随着离狐狸出师的地方 越来越近 我的话越来越少了 兔子问我 大鹅你累了吧 不累 终于到了漂流的地方 只有一间平房 一个值班员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旁边有个巨大的电风扇 正在摇头摆尾的对着他吹 门口竟然连一个 卖水的商贩都没有 我叫醒那个值班员 然后买了三张票 带着猫和兔子 走进了那间平房 旁边的石头门 值班员说 我们要沿路朝前走 一个钟头左右 才能到达漂流的地方 漂流一个钟头 到了终点 有人开车 带我们回到入口处 我发现这几乎是一座 没被开发的野山 树根蜜草很深 各种虫子叫个不停 很远的地方 才有隐隐的水声 没有台阶 脚下只是一条 十段十连的土路 它唯一的功能 是指引我们的走向 我爬过很多山 只感觉这座不一样 不能说荒凉 应该说它太天然了 让人想起 每具迷失中的那座岛 有架飞机失事了 掉在一座神秘的岛上 那群幸存的乘客 在茂密的森林中 遇到各种各样的怪事 兔子一直拉着猫的手 走在我的后头 它始终低头走路 它还问猫 不会有蛇吧 猫说不会 它根本不知道有没有蛇 只是一句安慰罢了 我一边走一边 在大脑中模拟着 这样一个画面 几个月之前 狐狸是怎么走过这条路的 路越走越不像路 我们如同在森林中探险 始终不见一个人 难道今天 只有我们三个人来漂流吗 我感觉听不到 猫和兔子的脚步声了 回头看 只有层层叠叠的树叶和草叶 等了好半天 猫和兔子 才在那些密杂杂的叶子里露出来 兔子看到了我 远远的说 你确定方向对吗 进了石头门 只有这一条路 你打电话问问工作人员 我掏出票看了看 果然有电话 可是掏出手机却发现 这里根本没有信号 不会错的 继续吧 要走一个钟头呢 没见到蛇 一路上 没见到任何一个火物 走着走着 我渐渐的慢了下来 跟猫和兔子走在了一起 猫一直低着头 看路 它和兔子都穿着钉子拖鞋 我发现虽然它不抬头 但是它的鼻子偶尔抽动一下 动作很隐蔽 不仔细观察很难发觉 它是不是动用了它的特异功能 闻到了什么异常的气息呢 我想说这儿什么 排遣山路的寂寞 于是就开口了 来之前 我在网上 查过这里的资料 你们想不想听 说说吧 今年 这地方 至少死过四个人 都属于横死 兔子说 大鹅 你别吓我们呀 走山路 最适合讲点恐怖故事了 你们不这样觉得吗 猫 冷不丁地抬起头来 说了一句 是五个 我在睡梦中醒来 发现我们入住的度假村不见了 整个无城都不见了 我们躺在沙漠上 我正在给他们几个人讲故事 白猩猩听得不耐烦了 他说 我们天当被地当床子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谁有闲情意志 听你讲鬼故事 听完之后 也许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了 他不作声了 我继续讲 当时 我听了猫的话 愣住了 兔子看了看他 替我问了 你怎么知道 猫没有再说什么 拉着兔子 继续朝前走 这次 他们走在了我前头 我回过神来跟了上去 对 其实是四起尸骨 总共五个人 兔子还在问猫 你说呀 你怎么知道 猫继续看着地上 我也在网上看到过 我知道 他在哄兔子 我确定 这些信息 是他走进这座山里之后 秀出来的 兔子回头问我 那些人 不会是漂流的时候 淹死的吧 我说 有个老头 就住在这座大山里 他私自制作暴主 结果发生爆炸 炸死了 那是三年前的事 还有呢 还有一起事故 也是三年前的事 那些天 下过一场暴雨 发生了山体崩塌 有个来写生的大学生 被砸死了 兔子朝上看了一圈 今天 不会有石头落下来吧 还有一起事故 发生在两年前 一个母亲 带着儿子来漂流 结果撞到了石头上 母亲当场混绝 儿子十一岁 想去救妈妈 不幸 被河水冲走了 那次 死了两个 兔子停下来 有些不满的对我说 大鹅 你带我们来玩 到了这里又说这些 什么意思吗 我朝前指了直说 看 前门是个拐弯处 坐着一个老头 在卖什么东西 这时候 我们已经走了四十多分钟 兔子大声说 我要买水 说完 就朝前跑过去了 我看了看猫 猫看了看我 然后一起跟了过去 老头 老头不卖水 他的面前摆着十几颗手榴弹 那当然不是真的 只是孩子玩的一种爆竹玩具 用纸一层一层的缠出来的 做得很逼着 上半截是黑的 小半截是黄的 大小比例跟真的一样 拿在手里沉点点的 这种易暴物 在城里是坚决不允许卖的 兔子没买到水 却被这种玩具吸引住了 伸出手 想拿起一颗看看 我制止了他 那个老头 笑眯眯的看着我们 一看就是山里的居民 脸堂黑黑的 很质朴 我问 能乍想吗 老头操着当地口音说 能啊 很想的 我问了价钱 然后拿起一颗拉开音信 立刻滋滋的冒出了蓝烟 我赶紧投出去 却掉进了不远处的水洼里 我以为被水一烟 肯定变成了哑蛋 没想到 几秒钟之后 它在水里爆炸了 轰隆一声 水花炸起了一人稿 老头得意的笑了 嘿嘿嘿 好玩吧 我交了钱 然后对兔子说 这个很危险 你不能玩 兔子也被那巨大的爆炸声吓着了 他听从了我的建议 很郁闷的朝前走了 猫跑到前面的小溪处 捧起水洗了洗脸 然后对兔子喊 很凉 这是山泉 来 你喝点吧 兔子就跑过去 捧起一捧 咕咚咕咚的喝了起来 我朝后看了看 那个老头 已经被树木遮住了 猫朝我看了过来 我朝他们走过去 也捧起一捧山泉喝了 确实了 味道有点色 我直起身来 再次朝后边看了看 猫很敏感的问我 你看什么 那个可怜的老头啊 估计这一天 只有一个生意 我们又在树木之中 穿行了二十多分钟 前面终于开阔了 我们看到了河流 很平缓 却没看到管理橡皮阀的人 估计还得朝鲜走一段路 河的对面是雄壮的大山 山石临循 上面顽强的生长着一丛丛的植物 都是净物 只有一个活物在移动 因此很显眼 那应该是个男性 在斜对岸 离我们大约一里处 兔子先看到的 他大声说 那里有人 是不是在那里做橡皮阀呀 我私下里看了看 没看到其他人 应该是吧 可是 他怎么在河对岸呢 我们离他近一点再说吧 于是我们沿着河朝前走 终于跟他只隔着一条河了 那河只有大约五十米宽 他旁边并没有橡皮阀 他在山脚下抱起一块很大的石头 吃力的走到河边 扔进水里 轰隆一声 接着 他再次回到山脚下 再抱起一块很大的石头 再走到河边 再扔进水里 谁都看得出来 这种劳动是没有意义的 兔子看了看猫 又看了看我 他在干什么呀 我哪知道 我对着那个人喊了一声 师父 在哪做橡皮阀呀 他没听见 继续搬石头 我又喊了两声 师父 师父 他把石头扔进河里 终于朝我们这边望过来 他的脸很黑很黑 我又喊道 麻烦一下 在哪能做橡皮阀呀 他没说话 只是朝前指了指 然后又继续搬石头 我们只好继续朝前走 走了一段路 兔子朝后看了看 他显然对那个人的行为 很不理解 猫也朝后边看了看 兔子对猫低声说了一句话 风正好朝我这里吹 虽然他的声音很小 却被我听见了 他说 那个人旁边扔着一些东西 好像是画架 兔子说完这句话 猫一下子就呆在了原地 他猛地回过头来问我 你听见兔子说什么了吗 我也愣住了 小声地说 听见了 是的 近几年 这里总共有五个人横死 一个私自制作爆竹的当地老头 一个死于山体崩塌的美术系男生 一对漂流的母子 还有一个刚才没来得及说 那就是几个月前淹死的狐狸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头 卖手榴弹爆竹 又看到了一个很像学生的男孩 在山脚下莫名其妙的搬石头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一对母子 在河上划着橡皮阀朝我们招手 也许还会看到狐狸 猫的鼻子毫不掩饰地抽动起来 接着他警觉地说 我们好像来到了另一个空间 兔子瞪大了双眼 刚才我们跋涉了一个多钟头 那条断断续续的路 在各种枝叶的遮挡下暗无天日 难道他把我们引到了冥界 我弱弱地说 朝前走走再说吧 我们不可能返回去 现在看来那条来路更加叵测 还不如继续朝前走 这里毕竟阳光明亮 地界开阔 说实话 他们也没有返回去的勇气 继续朝前走了大约两公里 终于看到了四五个人 和十几只橡皮筏 还晒着很多橙色的救生衣 那些工作人员横七竖八地 躺在树荫下聊天 这些总应该是正常人了 我跑过去交了票 一个工作人员操着当地口音说 去拿吧 两只筏子 四只脚 三件救生衣 我们三个人穿上救生衣 把两只橡皮筏拖到了河边 我又回到那些工作人员的跟前问了句 师父 我们在路上 见到了一个卖手榴弹的老头 你们认识吗 那个人毫不客气地说 胡扯 这地方哪有手榴弹啊 是抱住 做成了手榴弹的样子 不可能 山里边禁止烟火 会让它卖暴如 猫和兔子都听到了 他们远远地望过来 我又说 我还看到一个人在河边搬石头 他是 那个工作人员不解的问 搬什么石头啊 从山脚下搬石头 朝河里边扔 那个工作人员看了看其他的工作人员 说了一句 疯了 哈哈哈哈 四五个人同时呵呵呵呵呵的笑了起来 我很尴尬 转身来到河边 对猫和兔子说 坐 猫和兔子上了一只橡皮筏 我自己上了一只橡皮筏 开始漂流 河水极其的平缓 甚至看不出流动 两侧都是水草 很稠密 把掌插进去 就被缠住了 根本就滑不动 我们费了很大的劲 才把橡皮筏滑到河流中央 慢慢地朝前走了 这哪里是漂流啊 只能说是划船 他们两个离我很远 我听不见他们说话 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水上闷热 我四下里张望 回想着湖里生前的一举一动 一平一笑 朝前滑了大约几公里 河水的流速 终于变快了 只需要用讲控制方向 天高 山壮 水深 草密 天地间只有我们三个人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 不那么热了 凉风一阵阵地拂面而来 我隐约听到了兔子开心的笑声 又朝前滑了几公里 河水有点急了 有几处落差还挺惊险 我们终于体验到了漂流的感觉 河水再次变得平缓 我朝前看去 除了猫和兔子那只橡皮筏 河面上又出现了一只橡皮筏 上面坐着两个人 他们的橡皮筏是黄色的 他们穿着橙色的救生衣 在碧绿的水面上极其显眼 终于看到其他的游客了 当我再次抬头看的时候 我发现猫和兔子都不滑了 他们愣愣地朝着我这个方向看过来 而第三只橡皮筏已经飘到了我和他们中间的河面上 我看清楚 上面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一个十多岁的男孩 罗布泊之咒 第九十四集 孟小帅 吴明 白欣欣 郭美 显然被我的故事给吓着了 都在黑暗之中盯着我 我说了 听了这个故事 也许就明白吴城 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那么 既然这个故事是恐怖的 说明我们经历的事情 注定也是恐怖的 我继续讲 我们漂流的时候 看到了一对母子 那个男孩笑嘻嘻地朝着猫和兔子挥手质疑 猫和兔子为什么呆若木鸡呢 河水朝前躺 我们顺着河流朝下飘 而这只橡皮筏 却逆着河水 朝上飘 我也带住了 停止了滑翔 愣愣地盯着这一对母女 他们虽然不滑翔 橡皮筏的速度却不慢 在离我很远的地方飘过去了 那个淘气的男孩改换对象 又举起水枪朝我射了过来 我看到一股水射到我身上 低头一看 救生医却没有湿 再抬头 这对母子已经飘远了 那个男孩探着身子 给水枪加水 母亲低声呵斥着什么 是的 在这个地方死去的人 出现了 我奋力地滑动双脚 朝着猫和兔子靠近过去 他们没有动 一直朝那对母子消失的方向张望 很快我就追上了他们 我发现猫的脸色有些苍白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说 见鬼了 是啊 很奇怪 猫突然咆哮起来 还有多远到终点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回家 我小声地说 我也没来过呀 应该快了吧 兔子几乎带着哭腔了 天黑之前能到吗 我在网上看过 漂流总共不超过两个钟头 兔子看了看猫 小声地说 那我们快划吧 还能早点到 猫不再说什么 抄起双脚 愤愤地滑了起来 空天旷地 只有滑滑的水声 我一个人轻一些 不用怎么滑 就紧紧地跟在他们的后面 转了一个大弯 山体把太阳挡住了 风更亮了 朝前跳往 河面还是很宽阔 不见一只水鸟 安静极了 猫还在狠叨叨地滑着船 兔子坐在船头 面朝他 偶尔朝我看过来 平缓的河面上 似乎漂浮着一个东西 好像是石头 却好像比石头软 因为它一下一下地 来回摆动着 我大声地说 猫 前面那是什么 他们两个人一致 朝前面看去 那个东西是黑色的 闪着光泽 那应该是头发 披在脸上的头发 我们三个人全杀住了 河水推着橡皮法 在慢悠悠地朝他接近 这颗脑袋慢慢地 从水下升了起来 不长不短 刚好蒙住脸 接着 我就看到了脖子 那脖子被水泡久了 白得吓人 系着一根红绳 穿着两块自然的石子 那是狐狸 最喜欢的象砖 兔子失声尖叫起来 我没有害怕 现在无需猫的帮助 我就见到我心爱的狐狸了 这里正是他淹死的地方 这颗脑袋猛地抬起头来 把水淋淋的头发甩到了背后 死死地盯住了尖叫的兔子 接着他的目光 又由兔子转向了猫 他的眼睛 腥红腥红的 应该是淹死时的样子 我的爱 我来看你了 你为什么不看看我呢 前面的水突然急了 橡皮阀越来越快 冲向了飘在水上的湖里 猫背对着我 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我听见他叫了起来 转过身疯了一样 想爬出橡皮阀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落差 大约一米高 下边有几块巨大的石头 突出了水面 还没等猫爬出橡皮阀 橡皮阀已经在落差中翻了过去 我的橡皮阀剧烈的颠簸了一下 冲过那个落差 那一瞬间 我看到猫的脑袋 撞到了一块石头上 有一点点红色 转瞬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 我的橡皮阀继续朝前冲 我扭过头 看见兔子奋力的游着 已经爬上了岸 而猫在河水中 左冲右撞 显然已经失去了知觉 只是我不确定 它是不是死了 再看着前面的水面 一片平静 刚才出现的脑袋 似乎是个幻影 我想抓住猫 却没有成功 前面是个转弯 长着茂密的芦苇 猫的身体朝前飘去 终于被芦苇挡住了 我从橡皮阀里跳出来 游过去 把猫拖上了岸 它的鼻子下有血 没有呼吸 它死了 两只橡皮阀飘远了 我呆呆地坐在猫的尸体旁 不知道该做什么 毫无疑问 是我害死了它 我以为兔子会哭喊着冲过来 没想到它很平静 它在岸边的草丛里 磕磕绊绊地走过来 停在猫的跟前 伸手在它鼻子下试了试 然后哑哑地说了一句 它完了 我说 你都看到了 它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只是说 手机还没有信号吗 我从胯包里掏出手机 已经湿透了 没信号 兔子朝河面上看了看 这些冤魂 还会继续害我们吗 不知道 那我们朝前走吧 找到人 把他的尸体送回家 不报警吗 他自己来漂流 自己撞死了 怪谁 我们要是说 水里冒出一颗脑袋 根本不会有人信 我想了想说 也是 接着我看了猫一眼 站起来黯淡地说 走 找人去吧 兔子在前 我在后 沿着河朝前走 走着走着 他突然问了我一句 你刚才还没有说 第五个人 是怎么死的 啊 第五个死在这儿的人 是个女孩 她叫狐狸 你怎么知道 她的名字 我认识她 她是 怎么死的 几个月前的一天 她对父母说 她要去漂流 然后就离开家走了 结果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她家人报警了 警方把她的父母 带到老尹河认识 这才知道她淹死了 她一个人来漂流 工作人员说 那天是周末 来漂流的人很多 他们不记得 接待过这个女孩 不知道她怎么 就在河里淹死了 她没有橡皮法 也没穿救生衣 那也许是自杀 可能吧 停了停 兔子突然说 刚才在水里冒出来的 那颗脑袋 是不是她 我朝后看了看 半上才说话 不是她是谁 黄昏的时候 我们才见到了 终点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答应派一辆 大面包车 把猫的尸体送回城 兔子说 她一个人就可以了 让我自己开车回家 她不过是猫的女朋友 我不能把这些后事 交给一个女孩 就说 我开车 跟在你们后边 有事的话 也有个照应 不需要 你走吧 我一个人驾车回城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我的心无比的激动 我终于弄死了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猫是干什么的了 它会换数 我爱狐狸 但是狐狸不爱我 为此我痛苦了很久 我只知道 它喜欢一些有异能的人 除此之外 我对它毫不了解 为了窥探 它的内心世界 后来我做了一些不光明的事情 进入了它的电脑 我知道它认识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猫 此人是个中学数学老师 会换数 而且我还在它们聊天的 自理行间看出来 它们上过床 从那以后 猫一直躲着狐狸 而狐狸却对它穷追不舍 在它死亡的前一天 我看到了它在QQ上 跟猫的聊天 狐狸说 明天我想去漂流 你能陪我吗 几分钟之后猫才回复 如果我没事 就陪你 接下来就没有对话了 我怀疑 猫把狐狸杀掉了 捋一捋 事情的脉络应该是这样的 第二天它们通了电话 猫同意带它去漂流 猫用了换数 狐狸以为 它们买了票 进了漂流区 穿上了救生衣 乘上了橡皮阀 其实那些全都是幻象 猫带着它从另一处 潜入了漂流区 让不会游泳的狐狸 在不真实的幻觉中 扑进了深深的河水里 导致被淹死 老实说 我没有证据 我一直在狐狸的电脑中 搜索直接的证据 却没有收获 后来 我通过老同学主动认识了猫 我的目的很明确 杀了它 为狐狸报仇 暑假的时候 我终于把他和他女朋友 带到了老银河 现在 我再告诉你一个 更大的秘密 我也会换数 甚至我的道行 比猫更强大 狐狸知道的 不过它为什么爱猫不爱我 我就不知道了 也许 因为猫更帅 现在你能猜到了 那个死于爆竹爆炸的老头 那个死去山体崩塌的男生 那对死于漂流的母子 都是我编的故事 猫竟然知道老银河 今年的死亡数据 五个 于是我顺着它 编造了五个人 惨死的剧情 接着我在深山里 开始制造 异幅幅的幻想 顺便透露 行业中的秘密 在远离人群的地方 在水深草长的地方 更容易 释放患数 我制造了 那个卖手榴弹的老头 当时 兔子 想拿起一只手榴弹玩玩 被我制止了 如果当时 他真的去拿手榴弹 会发现摆在眼前的手榴弹 根本不存在 我只是猫的崇拜者 他怎么都想不到 我也精通幻术 他一点都没有怀疑 这叫以欺人之道 还至欺人之身 接着 我又制造了 那个搬石头的 美术系男生 再接着 我又制造了 那一对逆流而上的母子 他们还不停地 朝我们挥手制衣 最后到了关键时刻 我要制造狐狸 前面说 我希望通过猫的帮助 见到幻觉中的狐狸 那完全是在撒谎 而且我来过老饮河多次了 我知道那里有险滩 实际上最险的地段 就是猫被撞死的地方 几年之内 有两个人 分别在那里翻船被撞死 都是游客 接近那个地段的时候 我让狐狸的幻影出现了 猫当然认得狐狸 它惊慌失措 果然翻进河里 撞在巨石上 死了 我心里的疙瘩终于解开 总算是对得起 狐狸的在天之灵了 狐狸 我没有白爱你一场 半年之后 我去机场送个朋友 他办完了登机手续 进入了安检 我离开 正当我要走出 后级大厅的时候 突然 有两个人 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那是猫 和兔子 罗布泊的沙漠依然一片漆黑 风越挂越大了 孟小帅有点害怕的问我 周老大 你真的会换术 我只是在讲故事而已 大鹅是故事中的我 他不再说什么了 我接着讲这个故事的结尾 我在机场 看见猫和兔子推着行李车 兴高采烈的从入口走进来 当时我已经分不清现实和幻象了 难道是我运用幻术太多精神错乱了 他们就要走过去了 我突然把脚追了上去 猫 猫和兔子都停下来回头看 我走到他们跟前 惊诧地盯着猫的脸 然后大声地问兔子 他被抢救过来了 兔子看了看猫 猫轻声地说 告诉他真相吧 兔子就说 那天你看到的一切都不真实 我彻底傻了 猫无聊的抬眼四周张望 显然不想再跟我说什么 他甚至还离开了行李车 离开我们 到问询处跟工作人员问了些什么 兔子继续说 其实猫早就知道你爱狐狸 他也知道 你一直怀疑是他害死了狐狸 他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 不过他不知道你也会换术 那天你带我们去漂流的时候 是我发现你使用了换术 你可能不知道 换术有个漏洞 在现实中的特定条件之下 视觉和听觉是不同步的 但是在换术中却做不到 那天你设置了一个人搬石头的场景 它离我们那么远 可是石头刚刚投进水里 我们就听到巨响 那正常吗 告诉你 我比猫更精通换术 当我意识到你在使用换术的时候 立即想到刚才那个卖爆竹的老头也不是真的 接下来遇见的那一对母子自然也不是真的 我在想你为什么要使用换术吓我们 我猜到了 接下来你会让狐狸出现 你的动机是害死猫 于是我也使用了换术 让你看到一个假象 猫试图爬出橡皮房 结果撞在石头上撞死了 猫在那边喊道 老婆 完了吗 办手续了 兔子转过头去说 马上 接着他继续对我说 凭我对猫的了解 他不至于害死哪个女孩 他对我说过 狐狸是因为爱他无望而自杀的 他为此很愧疚 我相信他的话 你不应该为没结果的爱折磨自己 更不应该为没有源头的恨折磨自己 好好活着 本来我没想过对你说这些 你以为猫死了也挺好 至少你踏实了 没想到这么巧 今天遇到了 那我就只好竹筒倒豆子了 我已经为猫办理了移民美国的手续 今天我们就永远离开中国了 祝你好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时候猫也走了过来 老婆 走了 我突然拦住了他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轻轻的说 大哥 你还有事吗 我想了想迷茫的说 这一切 不会都是你制造的幻术吧 他愣了愣 然后说 现在你知道了 分不清现实和幻觉最恐怖了 因此我劝你放弃这种方术吧 我和兔子都决定洗手了 到了美国之后 只过平常人的小日子 再见 然后他和兔子说说笑笑的推着行李车走了 消失在了众多乘客中 我一个人继续的傻站着 天上有很多飞机飞过 也有很多飞鸟飞过 有的飞机像飞鸟 有的飞鸟像飞机 讲完之后 过了半天 郭美才说 第一次听到这么美的爱情故事 吴敏说 周老大 你讲这个故事 跟我们现在的处境 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在对我们使用幻术 白欣欣说 周大作家 你又要玩捉内奸的游戏了 这里就我们五个人 谁有那么大能耐啊 这个人不在我们当中 就算有这个人 他也不可能制造出一座城市来啊 你靠谱点想吗 幻术 不需要去建筑 他只需要改变我们的大脑 就像你在梦里 可能看到一个更大的童话世界 但那并不是真的 我同意周老大 白欣欣说 周大作家刚才还说 幻术是有漏洞的 如果故事里那个兔子 去拿手榴弹 就会发现手榴弹并不存在 我们可是走进这个城市 车在这里 住在这里 还跟很多人交流过呀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我倒觉得呀 无城市存在的 我们呢 是被人给搬出来了 孟小帅看了看白欣欣说 怎么搬运啊 你没听过无鬼搬运呢 有人趁我们睡着之后 用法术把我们搬运出来了 这么平坦的沙漠 就算在十公里之外 我们都应该能看到 无城的灯 无城呢 说不定 我们被搬运到了 一百公里之外 这事太选了 大家的辩论属于空对空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郭美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掏出手机 按亮了屏幕看了看 接着他大声的说 你们看时间 我也掏出手机看了看 手机上显示 五月七号凌晨 这是我带着季风和令狐山 进入无城的时间 大家都掏出手机 看了看都呆住了 每个人手机上的时间 都是五月七日 在我的眼中 郭美属于那种凶大无脑的女孩 她这次灵光闪现 让我刮目相看 我对郭美说 你怎么突然想到了要看时间 郭美有些得意的说 聪明吧 孟小帅说 时间怎么倒回去了呀 我说了 是幻术 我们不过是一前一后 走到了这片城区 感觉是在一个叫无城的地方 度过了六天时间 其实 那是幻觉 孟小帅说 如果是幻觉 那张回呢 罗布泊之咒 第九十五集 我一下子 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张回被警察抓走了 如果这一切都是幻觉 那么我们醒来之后 应该发现张回 就在我们身边 而布布他们 也许都活着 可是张回 真的不见了 那么是不是说 布布他们 也真的都死了呢 我越来越糊涂了 如果一切都是幻觉 小五 从真和 必比 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想和小五通个电话 拨出去之后才发现 没有信号 我们在无城有信号 可以打电话 可以上网 那是假的 我们依然被困在 罗布泊 白欣欣说 别管张回 不张回的了 现在我们没车 没水 没方向 在沙漠上不是等死吗 我们必须找到 那条神秘通道的出口 返回去 我们已经走到 罗布泊的边缘了 赶紧朝外走啊 回去 你不是大脑进水了吧 郭美说 周老大 不管你去哪 我都跟着你 他一边说 一边爬到了我身边 竟然靠在了我身上 郭美对我突然的信任 亲近起来 有两种可能 第一 他相信我的智商 第二 富商不在了 影视投资人不在了 现在在他的眼里 我是唯一 可以依靠的人了 孟小帅说 我也跟着周老大 吴敏说 我跟着孟小帅 我看了看白欣欣 在月光下 看不清他的表情 你呢 他似乎白了我一眼 我跟我自己走 大家沉默了一下 孟小帅对我说 我们能找到那个出口吗 我们出来之后 季风在那个地方做了标记 令狐山会不会毁掉他呢 为什么 他也许不希望我们回去 我还是不懂 谁都看得出来 孟风对你很好 如果令狐山真的喜欢孟风 他是不会希望你回去的 另外 我们没有氧气 怎么回去啊 这是一个问题 我顿时一筹莫展了 低下脑袋使劲的想 白欣欣欣幸灾乐祸的笑了 老天都不让你们回去 我突然说 别说话 可能是我的声音太大了 他一下子就不吭声了 过了一会儿 孟小帅试探的问我 周老大 你在想什么 我伸出手去 小声的说 别说话 郭美也坐直了身子 打量着我 无名以为我听到了什么 四下张望 然后他像武侠小说里 写的那样趴在沙子上听了起来 我突然说 我们走错路了 走错路了 什么意思呀 那个太阳幕下 不是有很多条通道吗 只有一条是对的 我们肯定是选错了 因此才来到了五城 如果选对了 也许就真的走出了罗伯婆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根本回不去啊 你就没有办法重新选择 不知不觉 这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 我站起来说 试试看 也许我们还能找到那个太阳幕 大家都站了起来 无名突然朝着远方指了指 你们看 那是谁 每个人都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远方有个人影 艰难的朝我们走过来 他显然也看到了我们 使劲的挥着手 孟小帅说 好像是张回 张回被关在了禁闭室里 四周一片漆黑 就像一个盲人的世界 看不见张回在哪 什么姿势 更看不见他的表情 他就像是死了 没有一点生意 整个世界都没有一点生意 一阵冷风吹过来 他抖了一下 这个地方就像一只紧闭的铁盒子 哪来的疯呢 他一下子坐起来朝头上看去 竟然看到了水灵灵的星星 他愣了片刻 然后四下摸了摸 身边都是沙子 他慢慢的站起来 哈哈大笑仰天喊道 郁郁成功了 哈哈哈哈 你们来抓我呀 荒漠死寂无声 他不再喊了 朝前走出几步 眯着眼睛观察情况 又换了个方向 朝前走出几步 继续观察情况 最后他不知道该朝哪里走了 停下脚步 有点悲凉的呼喊起我的名字 没有人回答他 他在荒漠上跌跌撞撞的朝前走 走着走着 他突然停下来 前面出现了几个人影 我们几个人 一直紧紧的盯着 朝我们走过来的这个人 在这个古怪的地狱 出现任何人都是要警惕的 在他走到离我们几十米远的地方时 我们终于确定了 这个人就是张回 孟小帅惊喜的跑过去 一下子把张回抱住了 张回轻轻的拍了拍孟小帅的肩膀 然后牵着他走到了我们面前 孟小帅太激动了 他哭了 我对张回笑了笑 出来了 他也笑了笑 感谢我的律师 我看了看他鼻青脸肿的样子 有点心疼 你的脸怎么了 刑讯逼供啊 被那些犯人揍的 你在里面是不是诈刺了 我哪敢 进去之后 我乖得像个小绵羊似的 他们还是不放过 那些人太凶残了 你们准备去哪儿 你打算去哪儿 我跟着你 我就喜欢张回这个劲儿 他不磨叽 甚至都没有问问 为什么无成就没了 我带着大家继续在荒漠上奔走 白星星走在最后头 他问我 你带我们去哪儿啊 找那个太阳墓 你知道方向吗 知道 在哪边啊 我脚尖朝向的方向 你是回去找季风吧 我停下来看了看他 是的 我要把季风找回来 你还有问题吗 他已经给那群累人当媳妇了 说不定过得很幸福啊 会跟你回来吗 你说 他给谁当媳妇了 我一边说 一边走近了他 那群累人呢 我突然一拳打在他脸上 他猝不提防 叫了一声 卧槽 然后就捂住了脸 孟小帅一下子拽住了我 周老大 你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 我盯着白星星的脸说 这一拳是让你记着 要尊重女星 白星星把手松开 摸了摸嘴角 发现并没有血 他恶狠狠的说 这笔账先记着 有力气的 我不再理他 甩开孟小帅 继续朝前走了 我的拳头很疼 白星星也跟了上来 我们的情势很严峻 没有车 我们行走的速度很慢 天气很快就会热起来 我们没有帐篷 无处遮阳 如果不能尽快的找到太阳幕 我们几个人 很快就会被渴死在荒漠上 大家对此心知肚明 一路上没有人说话 连能说会道的乌鸣都沉默了 只有脚板踩在沙子上的声音 他是这样的 沙 沙 沙 郭美一直紧紧的跟在我的旁边 我们就像一步步的走进太阳 越来越热了 茫茫的黄沙只有太阳 根本没有木 我并不知道方向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希望 不然走着走着 可能就有人顶不住倒下了 郭美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 我拉住他继续朝前走 他的步伐有些亮强 他小声的说 周老大 你会把我们这次的经历 拍成电视剧吗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中 他说这些很不合时宜 不过我喜欢 至少这个话题不绝望 我说 我会 那你会让我演吗 没问题 你就演你自己 真的 谢谢了 我转头看了他一眼 他的小脸蛋脏兮兮的 嘴唇都快干裂了 我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 白星星终于忍不住了 气急败坏地说 周大作家 你到底带我们去哪儿啊 找活路 我感觉你完全是瞎变 你真的记得方向吗 我记得 你要相信我 我们走走停停 几个钟头过去了 孟小帅也坚持不住了 吴明掺着他 他弯着腰 把重心都压在了吴明的胳膊上 几乎是蹚着沙子 朝前走 吴明也走得歪歪歇歇 张回看到了这一切 他停下来对吴明说 把他给我 吴明的胳膊软软地垂下来 说了一声 谢谢 张回走过去 晚起孟小帅的胳膊 大步地朝前走了 这个时候 我多盼望 看到一个人影 哪怕他是累人 不得不承认 我们走投无路了 如果遇到累人 尽管他们是敌对的 我们总归可以谈判 如果成功 那么我们就有食物和避难所了 哪怕是那些 来自地心的古怪小孩 或许我们会跟他们达成某种默契 然后他们会给我们指引方向 逃离这片死亡区域 哪怕是天外人 我扬起脑袋朝上看了看 天蓝的那么纯净 只挂着几丝棉絮状的白云 我坚信天外人的存在 蓝天就像一块巨大的镀膜单反玻璃 警察局审讯室安装的那种 天外人就躲在后头 他们看得见我们 我们看不见他们 白欣欣又说话了 周大作家 你 还没等他说完 张回就说 住口 白欣欣立即就不敢说话了 大家继续朝前走 我接着想 不管是古墓人 地心婴孩 还是天外人 我觉得他们的性质都是人 罗布坡上 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更伟大的存在呢 他们根本不是人 想到这里 我感觉到了一种良意 似乎有汽车引擎的声音 我停下来私下里看了看 大概在我们的西北方出现了两股高高的沙尘 正在朝我们推移过来 仔细看 那是两辆越野车 大家也停下来跟着我一起张望 顿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我脱口而出 车 白欣欣说 我第一个看见的 那你为什么不说呀 白欣欣瞟了张回一眼 他让我住口啊 半个多钟头之后 两辆车开进了 我们终于看清楚 第一辆车上是小五 丛真和令狐山 第二辆车上是嗶嗶 他们不是家里 两辆车开到我们跟前停下来 小五第一个跳下了车 钟老师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我眯着眼睛看他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 我们迷路了 完了 我马上意识到 他们从进入吴城的那天起 就已经被困在罗布泊了 从真 令狐山和嗶嗶 也下来了 小五说 你们不是坐火车走吗 太多的话需要说了 我看着小五 冷不丁的说 吴城 根本就不存在 小五 从真和令狐山 都是瞠目结舌 只有嗶嗶 冷眼的看着我 你说什么 我们睡着睡着 吴城 吴城突然就没了 他只是一个幻影 你们看看世界 又退回到了五月七日 我们等于没有经历过吴城 小五看了看令狐山 大声问我 可是 我认识他了呀 应该说 有一种力量 制造了吴城 然后又收回去了 而我们的记忆 并没有被消除 碧碧看了看其他人 问道 哼 这个作家的精神 还正常吗 张辉说 吴城消失的时候 我们都疯了 小五把脸转向了令狐山 眼泪啪哒啪哒的掉下来 令狐山搂住他的肩 轻轻的拍了拍 从真说话了 你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 我没有回答他 而是问道 你们的车还剩下多少油啊 半箱吧 不过我们带了两桶 加起来有一百升 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什么帮助啊 拉上我们 一起走 那还用说吗 我们现在是相依为命 碧碧立刻指着我说 谁都可以上我的车 他不行 张辉看了看碧碧 很友好的问 你为什么不让周老大 坐你的车呀 他是坏人 我的妹妹 她不是坏人 她是好人 碧碧瞪了张辉一眼 你跟她是一伙的 你也不许上我的车 张辉无奈的翻了翻眼珠 吐了一口气 从真说 问题是 我们的导航仪都失灵了 朝哪走啊 我来带路 去哪啊 罗布坡上 有个太阳木 那下面有很多条通道 只要选对了 就有可能离开 怎么选啊 说起来很麻烦 无论如何 我们也要找到他 我们的车扔在那里 有食物和水 有帐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